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搭哪儿来的鸟儿 刘元宝将鸟笼子递给李氏 一五一时的将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今天刘元宝一大早就出门下地干活去了 回来的时候 路过河边就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传来 刘元宝顺着声音四处寻找一番 就见这鸟儿藏身在一片厚厚的绿叶之中 已经是奄奄一息见到这情况 刘元宝也不敢耽搁 赶忙将这鸟儿捧起来放至水边 没想到这鸟儿见了水 就疯狂地喝了起来 没一会儿就恢复了体力 围着刘元宝就叽叽喳喳地盘旋起来 刘元宝便带着那鸟儿去了趟城里 买了鸟笼之后 才匆匆赶回家 说到这里 刘元宝想起今日城里的传言 不禁低声说道 媳妇儿 你可知城里那王夫人是被何人所害 李氏下意识地摇摇头 随即便开口说道 还真不知晓 王夫人一向心地善良 更是没有仇家 又怎会被他人所害呢 刘元宝却是嘖嘖说道 那你这话就不对了 心地善良并不代表品行端 听说是那王夫人在家偷人 被王老爷发现了 王老爷一怒之下 便将王夫人给 刘元宝说着话 便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可李氏对此确实丝毫不相信 连连摇头说道 官府定是断错案了 我与王夫人有过几面之缘 她根本不是那样水性洋花的人 还有王老爷和王夫人恩恩爱爱的 就算是真有那事而发生 她也不会怒发冲冠 当即了断的 李氏说着 便一便逗弄起笼中的鸟儿 一边盈盈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却见那鸟儿 忽然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蹦跳了起来 随即竟是口吐人言朝着李氏说道 你真漂亮 你真漂亮 夫妻二人闻声四目相对 纷纷惊地向后连连后退 方才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正在惊恐着 就听那鸟儿也惊叫了一声 这声音和方才李氏发出来的如出一辙 李氏不敢置信地瞧了那鸟儿一眼 随即又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你是谁 却见那鸟儿歪了歪脑袋 不一会儿便学着李氏的声音重复了一句 夫妻二人试了好几次 这才发觉这鸟儿并非话本里所说的精怪 而是一种会学舌的鹦鹉 李氏觉得稀奇 怎么看这鸟儿心中都喜欢得紧 于是便说道 相公 这鸟儿着实淘气 想着娘如今一人待着也是无趣 不如将这鸟儿送到娘那里 她也好有个伴儿 可刘元宝文言却是叹息一声 好伴赏才说道 这鸟儿非同寻常 并是哪个大户人家丢失的婉杵 你我二人也不要出门声张 就将这鸟儿养在家里便是 以免招来祸患了 李氏点了点头 方才那话不过是客套 这么新奇的鸟儿 她才舍不得送人呢 然而夫妻二人却不知 真让刘元宝一语种地 这只鸟儿的出现 已然让他们夫妻二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这天夜里李氏睡得正香 突然就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声响 还有不断撞击笼子的声音 李氏闻声猛地睁开双眼 迷迷糊糊地起身 打开门向笼中望去 就见一项安静的鸟儿 此时正不安分地用嘴晃着笼子 头中叽叽喳喳的叫声似是很惊恐 李氏见状 赶忙裹了裹身上的衣服向前走去 打开鸟笼伸手便将鸟儿拿了出来 缺间那鸟儿在他手中瑟瑟发抖 好似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就在李氏不知该如何的时候 那鸟儿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 这话让李氏脚下一转 灯石便瘫倒在地 屋中同样睡得香的刘元宝 听到动静 也赶忙起身走了出来 见李氏瘫坐在地上 便开口问道 媳妇儿 大半夜的你怎么会坐在地上 李氏文言扭头朝刘元宝望去 哆哆嗦嗦指着那鸟儿好半天 竟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闪过 随即便骤然出现在了房顶之上 那黑影紧紧盯着房檐下的夫妻二人 还有那只鸟 眼中划过一道狠利 紧接着那黑影手中寒光一闪 便要纵身朝着房檐下的人扑过去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罢之刻 李氏手中的鸟儿 再次不安分地叽叽喳喳叫唤了一声 随即猛地挣脱开李氏的手 朝着天空便飞了过去 转眼便消失在二人眼前 那黑影见状暗骂了一声 扭身便又朝着鸟儿飞身而去 见鸟儿飞走 刘元宝就要追去 可李氏却是眼急手快地 拉住刘元宝摇头说道 别追了 随他去吧 说着话 李氏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子 跌跌撞撞地便朝着床榻便走了过去 望着李氏的背影 刘元宝有些摸不着头脑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整夜 李氏想起那鸟儿口中所说之言 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一旁的刘元宝 察觉到妻子的不对劲 便追问妻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李氏始终都是闭口不言 没过几日 李氏便生了一场大病 没办法 刘元宝只好将村子里的郎中请了过来 可郎中见了李氏的病情 却是摇头说道 这病治不了 你夫人得的是新病 唯有新药才可以医啊 郎中说罢 便转身离去了 看着妻子胡言乱语神志不清的模样 刘元宝一心认为是郎中医术不惊 当即便动身去了镇子上 想要到镇子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郎中 刘元宝这一去就是一大天 回来的时候已然是深夜了 可忙了一大天 刘元宝都没请来一个郎中 全身上下就只有一两银子 可镇上的郎中起步驾都是二两 刘元宝恳求了好久 都没有一个郎中愿意来给妻子治病 刘元宝心中正胡思乱想着 忽然眼前闪过一道白光 刘元宝下意识的闭了闭眼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却发现地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剑 刘元宝有些好奇的将那剑捡了起来 当他看到剑下戳着的东西时 心中一惊 手上一甩 便将那东西扔出去了老远 刘元宝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方才那剑下戳着的不是别的 正是前不久飞走的那只鸟 此时鸟儿奄奄一息 一双毛子渐渐暗淡下去 瞧着刘元宝 口中叽叽喳喳叫了两声 一句小心刚刚说出口 瞬间又有一只剑飞来 穿过了鸟儿的身子 刘元宝只感觉手上一颤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上已然是鲜血淋漓 大半夜的究竟是谁 咬着一只小鸟鱼死地 刘元宝四下望料望 只感到不远处 一晃而过的一道黑夜 刘元宝急急向前追过去 可却早已没了那人的影子 想到方才那一幕 刘元宝不禁浑身打了个寒颤 一阵头皮发麻的感觉传了过来 转瞬间刘元宝鞋底 就像抹了油似的 一溜烟就朝着自家门前跑了过去 这边刘元宝还没进院子 便听到自家养的公鸟 哽着脖子打起了鸟 一声还比一声高 眼见周围几家邻居亮着灯 刘元宝也顾不得心中的害怕 赶忙推开院门朝着公鸟低声喝道 大半夜的叫啥 说着刘元宝坐视便朝公鸟打了过去 可这公鸟确实丝毫不理会刘元宝 一边躲避着刘元宝的追赶 一边耿着脖子咯咯咯地叫着 追了好半嗓 公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刘元宝已经累得瘫倒在地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院门之雅一声被推了开来 刘元宝闻声扭过头去 就见隔壁的张阿婆 探头探脑地朝里面望着 见刘元宝瘫坐在地 张阿婆这才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 随即便朝着刘元宝招了招手说道 元宝啊 你家最近可是有什么怪事发生 刘元宝微微醋眉朝着张阿婆望去 有些不解地问道 怪事 阿婆这是什么意思 张阿婆四下忘了忘 好半嗓才开口说道 你家被人盯上了 大概有三四天了 有个身穿黑衣的男人 一直蹲在你家院子附近 瞅着你们的一举一动 如今攻击深夜打鸣 这是在替人申冤呢 想必你们家里人定是知道了一些了不得的秘密 最近小心一些 你和你妻子都不要睡在床上才是 阿婆说完这些话 这才又捏手捏脚地离去 望着张阿婆的背影 脑海中不断想起张阿婆的叮嘱 刘元宝不知为何 竟又想到了方才那只死去的鸟儿 心中不禁是警铃大作 若非妻子变成这样和那只鸟儿有关 如此说来 自己的妻子怕是要有危险了 想到这里 刘元宝赶忙推开房门 却见卧病在床的妻子 此时此刻正呆坐在床前 见刘元宝回来了 李氏也丝毫没有动静 见到妻子这般模样 刘元宝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习惯啊 那也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不说 我也不再追问了 只是有一件事 我想我需要告诉你 就在刚刚有人射杀了那只鸟儿 那鸟儿已经死了 闻言 李氏这才有了些许反应 他震惊地看向刘元宝 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可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见李氏又要朝床上躺去 刘元宝想起方才张阿婆的叮嘱 便赶忙将李氏拉起来低声说道 不行 这几日不能睡在床上 说着话 刘元宝便将李氏赶到了床底 刘元宝则是心细地 用床铺裹出了两个人形 这才小心翼翼地也钻进了床下 夜里 刘元宝和李氏都没有睡着 两人各怀心事 刘元宝看着面色苍白的李氏 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房顶传来一阵哗啦声响 紧接着 刘元宝便看到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再定睛一看 一双黑色的布靴已然映入眼帘 刘元宝见状 慌忙屏住呼吸 与此同时另一只手 也捂住了李氏的口鼻 他愣愣望着床外 随即只听扑斥一声传来 抬眼看向床板的时候 刘元宝不禁瞪大了双眼 只见一锋利无比的刀尖 正对着他的眼眸 再向下一寸 刘元宝非死即伤 即使刘元宝心中胆怯 但他还是一声未坑 片刻之后 那人抽出长剑 随即冷哼一声说道 没想到你们竟如此警觉 既然害怕 你们就老十点 秘密不要声张出去 这几日我会一直盯着你们 黑影说吧 纵身一跃便顺着房顶飞了出去 随着哗啦一声响 屋子里便又恢复到之前的瓶颈 不知过了多久 憋了好半天的刘元宝和李氏二人 这才敞开的大口呼吸起来 刘元宝缓缓从床底爬出 看向床铺的时候 那里已然被血浸透 原来就在刘元宝收拾床褥的时候 特地在里面塞了两只 绑着身子的大公鸡 这才索性逃过了一劫 刘元宝现在想想都后怕 若是这公鸡没打鸣 若是隔壁张阿婆没有提醒他 此时他和妻子 怕是已经到阴曹地府相会去了 想到这里 刘元宝下意识地朝妻子方向看去 就见此时李氏正正望着床铺上的谢 好一会儿终是扑到刘元宝怀里 莺莺哭了起来 刘元宝心知李氏藏着侍儿 便也没主动再问 等李氏这边哭完了 好半掌踩抹了把泪说道 相公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那天晚上鸟儿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城里那位王夫人不是王老爷杀害的 真正害死王夫人的是王府中的管家 这事儿非同小可 说出去怕是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我一直都没敢说 如今看来这事儿既然被我知道了 他们就不会放过我 说着话 李氏下意识朝着床铺上望去 看到凄惨的攻击时 浑身不禁又打了个寒颤 刘元宝听闻李氏一言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李氏会这般担惊受怕 这事儿若换成他 他也会恐惧 只是此时凶手一日未抓到 他们也就会凶多吉少 眼下看来 那凶手整日都在盯着他们 他们又如何见到知福 将此事真相说出去呢 想到这里 刘元宝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瞪大眼睛 扭头看向李氏 随即便在李氏耳边 低语了几句 李氏微微皱起眉头 这真的可行 刘元宝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这也是如今唯一一个 将真相说出去的法子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李氏思索良久 觉得刘元宝说的有理 便点头硬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夫妻二人乔装打扮一番 便一路朝着东山方向而去 东山之上有一破旧的道观 别看这道观破破烂烂的 可里面住着的人却是十分厉害 此次刘元宝带着李氏来寻的 正是住在道观之中的紫云道人 紫云道人本领高强 其中一个本事便是托梦之术 而刘元宝的目的就是想要求得紫云道人帮助 让他们夫妻二人进入到知府梦境之中 将事情的真相告诉知府 从而还王老爷一个清白 二人说明来意之后 紫云道人没有犹豫 当即便硬了下来 一番操作过后 刘元宝二人便觉得一阵困意来袭 倒头便睡了过去 与此同时另一边准备问斩王老爷的知府大人 忽然趴在了桌案之上 梦中见有夫妻二人 玩手来到他面前说道 知府大人 王老爷不得斩啊 杀害王夫人的不是王老爷 而是另有其人哪 知府大人见在梦中 都有人质疑他的结果 不禁气的是吹胡子瞪眼 指着刘元宝夫妻二人便说道 你们说出此言 可有什么证据 然而二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只好闷头将近日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知府 知府文言却是呵呵冷笑说道 一只鸟的话你们还敢信 更何况 这事上哪里有会说话的鸟儿 简直是天方夜谭 夫妻二人见知府大人 不肯相信他们的话 赶忙是跪地磕头道 知府大人 我们说的绝不是天方夜谭 我们二人是小河村的村民 刘元宝和李秀英 无意间得知真相后 便被一黑衣人一直盯着 如今冒死托梦于知府大人名 更何况王老爷就在你们手中 迟一两天再问斩 他也不会逃了 还望知府大人查清真相呢 可是知府大人依旧不肯相信 竟是拂袖转身而去 刘元宝眼前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不一会儿便醒了过来 只是回想起梦中知府大人的态度 二人不禁是叹息一声 紫云道人见二人这般模样 便知事情没有成功 就再次念起灰色难懂的语句 将二人带去了知府大人的梦境之中 就这样知府大人在行刑台前 一次又一次地睡着 一次又一次地醒来 终于是信了梦中二人的话 最后一次 当知府大人睁眼 见台上的刽子手 见武师已到 便抬起了鬼头刀 赶忙大喝一声 慢着 刀下留人啊 知府大人虽不知梦中之事 是真是假 但却认为冥冥之中有先人相助 虽按照梦中所说的位置 前去刘元宝家附近守株待兔 果然发现黑衣人的踪影 在官府的追捕下 那黑衣人被抓 而这黑衣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家的管家 在官府的询问之下 管家这才一五一时地 招任了罪行 原来管家早年间便心信王夫人 那一阵子王老爷去外地做生意 管家见王夫人一人 便屡次前去表明心意 不成想却被王夫人拒绝 更是在王老爷回来之后 将此事告诉了王老爷 王老爷文言大怒 一气之下便将管家赶了出去 管家为此心中怀恨 便害了王夫人 还将罪责通通推到了王老爷身上 人正乌正俱在 王老爷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然而让管家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秘密 却被一只雪蛇的鹦鹉通通听了去 还时常模仿自己的声音四处说 管家便想除了这鸟儿 以绝后患 然而这鸟儿也是个聪明的 一路逃生至刘元宝所在的村子里 在树叶底下藏了树日 这才被刘元宝发现带回了家里 而这个秘密也恰好被李氏听了去 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索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真正的凶手被捉 也还了王老爷一个清白 如今真相大白 刘元宝夫妻二人终是松了口气 继续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刘元宝家中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几人手中纷纷抬着箱子 就在夫妻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王老爷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刘元宝家门外 只见王老爷平平弯腰 感谢二人出手相救 并吩咐人打开那些箱子 刘元宝定睛一看 那箱子里尽是一些金银珠宝 刘元宝见状 赶忙白手说道 王老爷这可使不得 救人一命圣七级浮屠 再说了我们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又岂能接此厚礼 可王老爷却说 区区薄力不算什么 你们可是救了我一命 生命无价 我倒觉得这些还少了 说着话 王老爷又和夫妻二人客套几句 便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便出了门 刘元宝夫妻二人 刑已然无法推辞 只好点头硬了下来 后来刘元宝夫妻二人 靠着这些金银财宝发家制服 日子啊 过的是一天比一天幸福了起来 只是每每想起当年之事 既是心经又是心系 如此看来夫妻二人 也算是因祸得福 虽然受了一时的惊吓 但却收获了一世的安稳与幸福啊 后继 真相即使被掩盖在矮矮白雪之下 但有朝一日带太阳高照 白雪便会融化 那隐藏在白雪之下的真相 自会显露出来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